华船在久吉方尘,成像园林溢水滨 在古都许昌既有北方的浑厚,又有南方的柔美 护城河把古城包围起来 也为繁华的现代城市增添了几分古香古色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河南许昌 说到许昌,大家肯定都会想到一个历史人物 就是曹操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草卫古城 说起许昌,他的名气远不如附近的开封洛阳 但在三国时期,这里是曹魏的政治文化中心 25年的时间里成了当时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许昌原名许 在公元196年,曹操从洛阳迎现帝至许 从此,许昌就成为了汉朝最后一个都城 曹丕称帝之后,因汉王与许 为姬昌与许,而改名许昌 成为魏武都之一 曹操为什么会选择许昌呢? 首先,那个时候,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都毁于战火 许昌又恰好是曹操的势力范围 在北方到处都是割居政权的时候 许昌的地理位置对诸侯是有威慑力的 同时,距离淮南,袁树比较近 有袁树的威胁,汉县帝必须要依赖曹操,乖乖听话 这样就更容易达到邪天子的目的 其实,定都许昌无险可守 但曹操自信自己实力强大 只有他进攻的份,别人还不敢攻打许昌 如果只考虑进攻 那河南是天下之中 许都又是河南之中 北界黄河,西控虎牢关 南通江淮,可成霸业 到建安九年,曹操大破源上移居叶城 期间,许昌作为国家的都城,地位无可撼动 即便后来曹操迁都叶城 许昌依然是国家名义的都城 直至公元220年,曹丕一都洛阳 许昌就结束了他作为都城的使命 如今,在曹操古城里 还有许多和三国有关的元素 比如说丞相府 比如说春秋楼 喜欢三国的朋友 许昌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 古城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景区 人们正常在这里生产生活 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 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曹城相府了 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曾经曹操工作生活的地方 曹操相府的门票是30块钱 我们现在已经买票进来了 我们一走进曹操相府 最先看到的就是观仓海的浮雕 曹操在打败了袁绍之后 决定北征乌环 观仓海就是在北征乌环 回途的途中 到达了秦皇岛的街市山 然后在那里写下了观仓海 东林结石 已观仓海 水河淡淡 山倒送至 整个曹操相府 是在原址上面重建的 我们现在面前的 就是迎贤堂 在丞相府里 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曾经的场景 监安妻子在这里吟师作父 武将谋臣在这里商议国家大事 其中两条至关重要的法令 也是出自许昌的丞相府 其一就是求贤令 在公元210年以后 曹操先后三次发布了求贤令 广揽天下英才 奠定曹魏基业 通过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描述 我们也不难发现 曹操不怕失败 原因就是他拥有雄厚的家底 人才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后期 曹魏绝不会出现 蜀中吴大将 廖化作先锋的窘迫 第二条就是屯田令 早在公元196年10月 曹操就颁布了屯田令 号召老百姓以及军队屯田 大力发展农业 其中包括改善水利设施 等一系列有助于农业发展的举措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同样我们在文献记载中 很少见到后期曹操打仗缺粮 这两个举措可以说 为后续三家归进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足见曹操的深谋远虑 在整个迎贤堂里转了一圈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曹操呢 是非常爱惜人才的 走过迎贤堂之后 我们就会来到德政厅 这个德政厅啊 就是曹操召集 麾下文武 百官 一起来商议军国大事的地方 曹操呢不仅是政治家 军事家他也是一个诗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曹操写的诗篇 建安阁呢就是曾经曹氏父子 款待宾棚 登高银诗的楼阁式建筑 建安文学也是由此兴起的 在曹操相府里还有一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藏兵洞 在三国志当中就有多次记载 曹操利用地道作战 曹操修地道的水平和功夫 在那个年代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他修建的地道不仅能用在战场上 还能用在府邸里 为了暗中监视又不让皇上察觉 便派人挖了一条从许昌城 通向皇宫内的地道 相传地道的另一头 通向曹操当时的丞相府 因为诸侯的存在 虽说曹操实力最强 但为了有备无患 曹操听从了谋士郭家的地下用兵之计 下界建筑阅兵台用土的名义 秘密挖掘地道 整个许昌城地道遍布 曹操可以做到 从丞相府通过地道直接出城 或者到许昌的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说曹操就是地道战的鼻祖 许昌如今发展迅速 大家来到许昌 除了曹魏古城 还可以去胖东来逛一逛 感受许昌这座城市的魅力 1800多年过去了 许昌好像已经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其实我们来到许昌 来到曹魏古城 还是能找到一些曾经许都的痕迹的 历史对于曹操的评价也是不一的 大家觉得曹操是英雄还是奸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